从6月1号开始就要进入下月电价季费了 加上新制度上路 以2022年全台湾的每户平均下月用电428度来计算 今年夏天将比去年夏天电费增加39元 那么如果是用电量高于平均的话 价格来说恐怕也会节节攀升 想要避免荷包缩水 专家也提供了节电小配包 带您快来看看 回到家开灯开冷气 电价新制4月上路 加上6月1号开始进入下月电价季费 荷包恐怕要缩水 台电公布一般名声用电电价 4月1号起调涨 看看下月电费120度以下 每度调整为1.68元 121度到330度改为2.45元 331度到500度调涨为3.7块钱 新制价格涨幅落在3%到10% 以台电统计2022年全台每户平均月用电为例 非夏季每月电价约561元 夏季每月电费约1040元 而今年4月已经先调涨一波 到了夏季每月电费跟以往同期要多支出39块钱 台电分析夏季电费上涨其中七成是因为用电量增加 要节电才能省钱 小电达人以冷气为例 温度调高两度就可省下约12%用电 清洗滤网也可省下约6%用电 而室外机可加装隔热板反光板避免曝晒增加耗电量 电瓶的这种冷气的话呢 如果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不用的话 我们也建议不要去关它 关了又打开这个之后又会造成耗电 外面的那个辐射热让它的冷气降低这个效率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拉窗帘的话 冷房效果的保温的时间比较久 电价新制上路加上6月进入下月电价季费 不想荷包失血住家省电可得多花点心思